雪光一碰到车患发出的清光 顿时现出了圆形 是条身体极为细长 长着八条触须一般爪子的小型鸣虫 八爪鸣虫挣扎着被清光包裹 提表的雪色光芒飞快地被吞噬了进去 发出了一阵凄惨的叫声 充满了畏惧 柳鸣冷冷一笑 其早已防备着这一点 天象存在不同于真丹修士 神魂之力已经极为坚固 即便抛弃肉身 仍然拥有不少于通玄的神通 上次在天门秘境 此鸣虫能够脱逃 八成是因为这个缘故 清光之中 八爪鸣虫的身体飞快地缩小 眼看便要魂飞魄散 六名右手一招 发出一团黑色雾气 将八爪鸣虫从清光之中拉了出来 禁锢在掌心 道友 请饶我一命 我曾为名母做下护法 修为通玄 知道无数你们功法秘籍 只要你饶我一命 我愿意全部奉献给道友 八爪鸣虫发出细微的声音 竟口图人言地求饶道 柳鸣面无表情 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 五指爆发出一道道黑色金光 包裹住了八爪鸣虫 一阵呜呜的诡异声响 响了起来 一团雾蒙蒙的光晕 从柳鸣手中 缓缓渗透进入八爪鸣虫之中 它施展的正是搜魂秘术 这个雪甲鸣虫本体 很可能原本通玄存在 神诗中肯定有不少民族的隐秘信息 不过此鸣虫的惊魂虫 虽然肉身全无 在搜魂树下仍表现得异常顽固 柳鸣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才从中得到了一些断断续续的信息 并且大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柳鸣暗暗吃惊 对方不愧为曾经的通玄存在 但既然到了这一步 怎可能空手而回 当即一咬牙 张口向八爪鸣虫惊魂中 喷出了一团精血去 并扑的一声 迎风化为血色灵验 将其团团包裹进来 八爪鸣虫惊魂 顿时发出凄厉之极的惨叫 仿佛在经受千刀万寡之苦 柳鸣则口中咒语声大作 手上雾气不断渗入到 细长虫子的脑袋上 随着时间推移 不时地点头皱眉 两久之后 他才睁开了眼睛 脸色一阵变换不定 但五指猛的一合拢 八爪鸣虫发出一声惨叫 惊魂被捏的魂飞魄散 彻底消亡在了天地间 在这八爪鸣虫的记忆中 他确实得到了一些信息 但最重要的 是最终知道了 这些民族的确切来历 原来这民族 以前生活在某个 虫族界面之内 是上古巨虫的一个分子 一般而言 只有当这些名虫 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可以从虫形 转化为人形 成为强大的民族 但不知从何时起 这些名虫之中 突然诞生了一只 名虫之母 而且其实力十分惊人 远远超过了一般通玄大能 几乎成为了那个界面 无敌般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 他天生可以吞噬天地间的各种能量 几乎可以在各种环境下 永无止境地增强自身实力 部分后代更继承了其吞噬天地能量的特性 当然可怕程度 无法和名虫之母相比 但是好景不长 由于民族的数量越来越多 吞噬的天地能量 也跟着增加起来 于是很快 民族便和原先见面其他虫族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爆发了长达数万年的战斗 凭借着强大的繁殖能力 以及吞噬天地能量的强大属性 名虫之母带着其繁殖的无数子孙后代 在惨烈的战争中 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并最终打败了其他虫族的联军 战争结束之后 民族在名虫之母带领下 开始了无休止的屠杀 吞噬 其他虫族再也无法阻止民族的入侵 剩余的一些虫族也被迫逃到了其他界面 获胜的民族没有了威胁 数量一时间呈几何速度地迅速增长起来 奈何天地能量恢复有限 民族很快地将其原先界面的其他生灵 全部屠杀殆尽 又将天地间的各种能量吞噬殆尽 并导致界面的崩溃 后来明虫之母在界面崩溃之前 便使用神通带领其数以亿万的子孙 开始入侵相邻界面 耗着不断地繁衍生息 不断地重复着原先重读界面的一幕 终于 在明虫之母的入侵导致数个界面灭亡后 为了自身界面的安慰 其他几个界面的数十个通寻大能 联手突袭了明虫之母 结果长达数月的昼夜不休的激战 也只是将其击成重伤 陷入长期沉睡状态 而数十个通宣大能也因为元气大伤 而无法根除掉明虫之母 没有了明虫之母的强大能力 一时间民族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入侵其他界面 而且由于所在界面的能量枯萎 一些民族不堪饥饿 竟然对着活着的同类厮杀起来 直到几十年前 薛甲明虫当日依靠分身之术 侥幸逃回自己界面后 竟正好碰到了明虫之母暂时苏醒 当即向其禀告了人界的事情 民族之母本就是对于其他界面恨之入骨 大怒之下经过一段时间 终于锁定人界中天大陆坐标之后 便打开了空间通道 开始了入侵人界的事情 柳明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后才长叹了一声 双手向前一招 发出一股黑光的包裹住了地上的血甲鸣虫尸体 拉到了身前 再单手虚空一抓 砰的一声 尸体小半暴力而开 从中飞出了一颗血光闪烁的圆珠 散发出强烈的法力波动 一闪的落入手中 正是这天象镜的鸣虫鸣盒 单单这一个鸣盒 价值便十分惊人 柳明观察了片刻 翻手将其收入了须迷戒指 随即目光落在了血甲鸣虫的 残缺不全的尸体上 正在此时 车换异兽发出一声嘀吼 柳明眉头一皱 手一挥 将残缺尸体扔到了车换异兽的身前 车换异兽兽兴奋地叫了一声 急不可耐地张口喷出了一团清气 裹住了血甲鸣虫的尸体 血甲鸣虫的尸体在清光之中飞快缩小 不到半可便被车换异兽吞进了肚子 车换异兽极为满足地绕着柳明转起圈来 在一声嘀吼后 化为一道清光摸入柳明的左肩 柳明身体一震 一股宏大的热流从左肩的车换图案中涌出 涌进了他的领海 原本接近枯竭的领海飞快地充盈起来 转眼之间 法力竟然尽数恢复 柳明脸色一洗 这种现象在难瞒的时候也发生过 车换图腾吞噬大量的民族精气 会反补成法力 融入他的体内 这种事情他得到的车换图腾的秘技上 并没有提及过 难道车换图腾发生某种变异吗 柳明思考了片刻 也没有想到一个结果 摇摇头 体表泛起了黑雾 包裹住身体 几个虚影闪现之后 便消失在了远处 一个天地之间 仅有黑白两种色彩的广阔空间之中 玄鱼老祖 蚂蚁老者和白袍老者三人 正平坤而立 在三人身前 一百丈大小的巨型鸣虫 悬浮在半空之中 观其模样 就如同一只被放大了无数倍的蚁足 只是两只前肢又细又长 后半身则十分肥大 此刻其身上 被密密麻麻的黑白色细丝所捆覆 且周身甲壳上千疮百孔 已经梅罗斯侯 生命栖息传出了 玄鱼老祖等三名通玄大能 此刻看起来都有些狼狈 身上衣袍不整 面色也隐隐的有些苍白 除此之外 附近的山脉河流 也是坑坑洼洼的 不少地方更直接被夷为了平地 看起来一片狼藉 想不到这头通玄中期的鸣虫 竟这么厉害 我们三人加上这洞天法宝 穿越图的空间阴阳之力 才勉强将其击杀 玄鱼老祖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白帕老者闻言点脸头 深以为然 依我看 这头应该不是普通的通玄鸣虫 方才他虚语之间 便毁掉了风清湿地的玉雷茧 实力之强 实书罕见 要不是深处这洞天之宝中 我们绝对无法留下他的 一旁的蚂蚁老者 突然开口说道 如此说来 倒也确实如此 玄鱼老祖文言一正 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若论眼光见识 我等四人之中 悟空师兄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师兄既然这么说 那个鸣虫 应该是有些古怪的 白帕老者 微意沉吟地说道 话音刚落 他挥手一招 下方的山川之中 一道青绿色光芒 飞射而出 落进了他的手中 正是黑袍少妇的那柄 青铜镰刀 白帕老者挥手打出一道金光 融入到了青铜镰刀 镰刀上泛起了一阵 油油的清光 由沙姆所制的法宝 难怪此物能够轻易破开 山川图的空间了 白帕老者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惊喜的神色 风师兄的玉雷剑 刚刚便被此鸣虫所毁 此物就归师兄 算是赔偿吧 玄鱼老祖 微微一笑地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白帕老者的脸上 喜色一闪 挥手将青铜镰刀 收了起来 蚂姨老者对此 也没有意见 驱止一弹 一道金光飞出 金光之中 隐约可见 一颗低溜溜旋转的 黑白两色圆珠 同时周围的黑白两色景物 纷纷一阵模糊不清起来 一道道黑白两色的契旋 纷纷没入黑白圆珠中 不见了踪迹 虚空之中 再次浮现出了 落霞峰山谷中的画面 原本空间通道处 赫然化作一道朦胧的黑线 已经被封印成功 看来柳鸣辞子的任务 已经成功 天歌那边 应该也已经将那起头 天象镜的鸣虫 收拾干净了吧 如此一来 便能够很快地 将万灵山脉附近的鸣虫 清理掉了 麻衣老者点了点头 说道 这些事情都是小事 交由我来办就好 联络其他宗派的事情 还劳烦两位师兄来办 悬疑老祖出声说道 那就麻烦师弟了 麻衣老者神色木然地说道 玄羽点了点头 一挥手 拉出一条空间通道 身性一动 没入了其中 消失了踪影 麻衣老者目光 落在鸣虫尸体之上 目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落霞峰外的半空中 天歌真人 金烈阳等四名天象镜的修饰 虚空而立 民族三头天象镜的民族 已经被他们各个击破 失去了首领 民族大军早已溃不成军 已经被派青门弟子 杀得节节败退 无数名虫正朝着四面八方 溃逃而去 派青门弟子 在一些真丹的长老带领之下 纷纷追击而去 作为民族巢穴的落霞峰 此刻反而空空荡荡 看不到多少民族 和派青门弟子的踪迹 就在此时 一道人影一闪 玄鱼老者的身影浮现而出 见过玄鱼太上 天歌真人等四人见状 急忙上前行礼 好了 如今形势紧迫 不必这么客套了 此次战斗 你们设定的战略计划很好 成功地瓦解了 万灵山脉附近民族的主要战力 不但是我 木空 风轻两位长老 也对你们的表现甚为满意 玄鱼老祖淡淡地说道 玄鱼太上谬赞了 这些都是我等应该做的 天歌真人等人文言脸色一喜 谦逊地说道 那些民族虽然已经溃不成军 不过留着他们总是一个隐患 要尽快地将这些四散的民族 还有万灵山脉其他几处的民族 都剿灭干净 玄鱼老祖吩咐道 谨遵玄鱼太上旨意 天歌真人答应了一声 玄鱼老祖点了眼头 身形一动便消失在了原地 天歌真人四人在半空中商量了一会儿 开始四散飞驰 柳鸣在地下暗河一路潜行 很快又回到了那处废矿区 他施展出车患图腾的隐匿神通 化作为一团幽影的从废墟矿口飞了出来 柳鸣轻移了一声 在废矿区的附近 竟感应不到丝毫鸣虫的气息 但心中念头一转 就差不多猜到了原因 看来此次战斗 本门大获全胜了 他当即单手一挥 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万灵山脉飞驰而去 飞顿了不到一刻中 柳鸣停下了顿光 转头看下了左侧的一个方向 脸上露出了一丝异色 左侧千里之外法力波动距离 显然有修为不弱的修士在激烈斗法 其中一方带有鸣虫特有的煞气 而另一方的人族修士中 有一个人的气息 引引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柳鸣微一沉饮之下身形一转 便朝那里飞顿而去 随着大战的结束 盘踞落霞峰的鸣虫大军被全部剿灭 万灵山脉周围的其他一些残余的中小民族势力 也纷纷受到了太清门重弟子的合力追杀 距万灵山脉以北十几万里之外的一座小山头之上 庶民天剑峰的弟子正在追杀百鱼头鸣虫 为首的艺人紧淘加深 脸庞狭长的青年正是杀通天辞子 只听闻一声清明传来 一道清广在虚空之中一化为二 二化为四 转眼间就化为四四一十六道 十余丈长的青红破空而去 搜搜的树生过后 一只只被切成树段的怪虫尸体坠落在地 连一只都未能幸免 感谢收听摩天记